黑洞的神秘密砂一直是备受关注的 而最近天文学家透过了天文台的望远镜 捕捉到了跟太阳一般大小的星体 就被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吞噬成长条状的惊人画面 而这个画面一公开也瞬间引起了话题 画面左边一颗像太阳一般 闪着火光的星体逐渐靠近 位在中央的超大质量黑洞 受到黑洞引力的影响 星体下一秒逐渐被撕裂 物质也被扯成长条状 这是天文学家最近透过欧洲南方天文台的望远镜 亲自捕捉到的超大质量黑洞 发生潮汐瓦解事件的惊人瞬间 它映像一个明亮的能量 最终一样的一样的光源 只有215万亿的光源 这些事件是当时星体遭遇到黑洞 对外面是最终一样的光源 而是我们的超级线 在星体吸引起来 它接受了一个作用的 叫做罐子 当时星体被黑洞吞噬 丧尸的碎片全都落入黑洞中 黑洞神秘的面纱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不少天文学家都抢着想一窥他的真面目 像是这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三位得奖者 就是因为证实银河系中心存在超大质量黑洞而获奖 有黑洞猎人之称的得主之一 美国天文学家盖茨就对黑洞超有兴趣 而这回再拍到超大质量黑洞吞噬星球的整轨画面 再引发人们对黑洞的好奇心 都是新闻神慧珍另外一报导